最有安全感,顾家腾老婆的三大生肖男。 男人无论是有钱还是有颜值,最重要的是能够在恋爱和婚姻当中给予爱人安全感,让他们能够安心享受爱情,而不是为了爱情担心受怕。 就像那些,能够给予女性安全感的生肖男,一样,即使没有财富和事业,也同样可以获得女性的认可以及拥有一份美好的爱情。 生肖属属的男人。 虽然属年出生的男性在担当方面有所欠缺,不是那种能够主动承担压力,让女性感到安全的男人,但他们确实是称得上是重视感情,愿意为了爱情而主动付出的生肖男。 最重要的是属属的男人心思细腻,善于思考所以懂得爱恋心中究竟在想些什么。 他们确实非常懂得女人心,知道她们在什么时候最需要自己的安慰,所以才能够逐渐走入她们的内心深处并获得认可。 由此可见和属属的男人谈恋爱必然是一件花费时间的事情。 生肖属牛的男人。 作为十二生肖中最具有担当和责任心的那一个,丑牛非常适合那些渴望稳定的婚姻生活,结婚之后不会出现任何情感辩护的女性。 因为家庭稳定本身也是属牛的男人所追求的目标,她们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爱人一同维持家庭的稳定。 不过虽然稳重且具有责任心,但丑牛在工作方面确实有著很大的缺陷。 她们无法给爱人带来丰厚的钱财和高品质的生活,有的时候甚至需要女性和她们一同打盼财。 不过这样的爱情也是很多女性所渴望的。 生肖属猪的男人。 善于赚钱且懂得如何正确理财是属猪男性的优点之一,毕竟善于持家的男人并不多见,更不要说像害猪这种不仅懂得如何赚钱,而且相当擅长享受的人。 和她们结婚不用担心家中会出现缺一少时的情况,完全可以享受生活所带来的快乐。 而且属猪的男性也是出了名的疼老婆,她们或许对自己不舍得花钱,但是绝对能够为了自己的爱恋大手大脚的花钱。 当然前提条件是双方能够真心相爱,毕竟属猪的男人可不会和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结婚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